联盟大事,场外风雨,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本赛季NBA常规赛落下帷幕,附加赛中,呼人击败森林郎锁定西部七号种子 老鹰战胜热祸锁定东部七号种子 这段时间对于东西部前六来说,是难得可贵的修整时间 季后赛开打后,每一场都至关重要,几乎没有太多调整余地 作为上赛季总冠军,拥是本赛季常规赛战绩只有44胜38负 好消息在于,勇士拿到了西部第六的黄金位置 首轮对阵海马菜鸟国王,悬念不大 而且勇士在西节前避开了最大夺冠热门球队太阳 但是坏消息是,今年夏天,勇士必须要做出一些决定 新版劳资协议出炉后,他们很难保留住如今这套阵容框架 从一则不起眼的新闻说起,追梦格林在做客某档播客节目中时 被问到自己的未来时回应,我已经在荆州打了11年 在这里我做了能做的一切 为什么我要离开去别的地方,城府做同样的事情呢 我想在这里结束我的职业生涯,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拥老勇士更现实,我只想再打四年 我仍然可以打出高水平,并履行我的合同 至于可能性续约我说不准,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 如果我能决定,我愿意100%留下 实话实说,勇士再过去八年四夺总冠军 追梦格林的功劳确实很大,脏活累活基本全包 扮演球队更衣式化石人角色,有功劳也有苦劳 从科尔到前防守首席助教布朗,都对格林非常看重 这里要从勇士的薪资结构说起 根据Hoopchip数据,本赛季库里薪资4807万美元 克莱薪资4060万美元,韦金斯3362万美元 追梦格林2581万美元,小佩顿830万美元 卢尼800万美元,库明加574万美元 迪文森佐450万美元,普尔390万美元 本赛季勇士薪资总额为1.92亿美元 排名联盟第二,仅次于快船 但是下赛季普尔的1.4亿合同即将生效 第一年2870万美元,韦金斯大幅降薪后 薪资来到2433万美元 但是库里5200万美元的薪资 克莱斯322万美元的薪资 如果追梦格林不逃出球员选项 也能拿到2759万美元 即便勇士不需一格达拉加捷迈克尔格林 但就如今的阵容,下赛季总薪资2.02亿美元 刚刚通过的新版老字协议 将在下赛季正式生效 协议规定,勇士会触发第二层奢侈税级别 薪资总额超过奢侈税限1750万美元 很多东西都要被限制 无法使用迷你中产特例 不能在交易中使用现金 不能交易未来第七年以后的首轮 不能千月百段后的球员 勇士被破套上一把枷锁 而对于格林来说 这几乎阻断了他的顶心幻想 去年夏天,追梦格林公开表示不奢求接近2亿美元的超级顶心 但希望得到一份四年1.37亿美元的顶心合同 随即遭到了勇士管理层的拒绝 与此同时,温区媒体普遍认为 勇士有可能给格林一份三年居心一月2000万到2300万美元左右的合同 本赛季格林代表勇士出战73场比赛 场均8.5分加7.2篮板加6.8助攻 两项命中力为52.7%加30.5% 这已经是格林连续第五个赛季场均三弹 有两点可以肯定 在小球时代,格林的进攻能力成为他最大的软肋 格林如今也已经33岁 他的防守威射力明显下降 第二点,格林一直都是不稳定因素的存在 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去年勇士进后赛期间 格林可以熬夜录制自己播客节目 但是在场上,毫无存在感可言 而总决赛和凯尔克人的对决 克尔在关键时刻甚至摆上普尔撤下格林 而本赛季开打前,拳击普尔一试 让勇士表明态度,提前续约普尔 提前续约维金斯 全人不提赫格林的续约 勇士如今的薪资压力非常大 不仅仅使格林面临续约问题 克莱也是如此 克莱夏赛季薪资4322万美元 也到了该和勇士提前续约的时候 如果维持住4000万战的级别 勇士奢侈税薪资 将超过3.5亿美元的级别 这可以养活两支征冠级别球队 76人总薪资不过1.5亿美元 绝禁不过1.6亿美元 说白了,追梦格林不是一定要离开勇士 但是只有在勇士 他才能发挥自己最大价值 因为水花兄弟的投射能力 加上勇士的传道球体系是以格林为主要支撑基础 格林才对得起自己2000万级别薪资 放在其他球队 格林拿不到这么多钱 在去年勇士夺冠后 库里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希望可来 格林 以格达拉这些好兄弟一直在一起 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离开勇士 更不希望看到他们以对手的角色站在队里面 其实格林之前能够拿到4年1亿美元的合同 他自己把杜兰特赶走功不可没 但库里毫无疑问一直在努力保护他们这套框架在一起 库里一直在维护整个球队 无论是格林拳击普尔 还是当初格林赶走杜兰特后所遭受的各种指责和非议 但如果格林依旧妄想顶心的话 那只有好聚好散了 另外 本赛季常规赛出段 当胡人二胜十负的时候 那时候西部第一是提胡 当时不少妹妹调侃胡人 帮助提胡竞争文班亚马 提胡在浓微的交易中 拥有首轮签互换权力 但常规赛结束 附加赛打响 胡人最终战胜森林郎 锁定西部七号种子 而当时的西部第一提胡 已经被雷霆淘汰 本赛季到此结束 在提胡遗憾出去后 很多球迷和媒体 都把矛头对准了西安 甚至有媒体嘲讽 或许西安在明年附加赛中 可以能代表提胡出战 关于西安这位昔日的超级状元 我们按照新闻 罗列了出一整套时间线 突然发现 西安如今的遭遇 和曾经的伦娜都是那么相似 就在提胡和雷霆比赛前 西安接受采访时 说了这么一句话 阻碍我回归的主要因素 主要是我要克服 自己受伤的心理障碍 有些时候 我做一些动作 仍然感到犹豫不决 在我真正变回西安之前 我不想出战 西安这番话 是为了挥击西安奥尔良 当地媒体的一些治愈声 西安上一次代表提胡出战 还要追溯到今年1月初 和76人的比赛 那场比赛 西安拿到26分6篮板7主攻 紧跟着就遭遇腿筋伤势 而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里 提胡官方连续给出 几个关键时间节点 全明星周末后 3月中旬 4月初 4月中旬 简单来说 提胡一直希望西安本赛季 能够出场帮助球队 而西安本赛季出场 打的29场比赛中 提胡战绩17胜12辅 这个战绩确实不错了 胜率也是西部前三的水平 但关键问题主要有两点 起一 由美媚透露 官吏曾对于西安 在队一允许出场的情况下 拒绝付出 随后提胡官方 否定了这一说法 表示提胡对于西安的付出 已经不抱太大期待 在复加赛之前 其二 西安自己不愿意上场 是因为他的阵营幕后 亲戚团队不想让西安冒险付出 当然 在此期间 西安身体确实是在恢复 甚至在进入四月份后 可以在训练中扣篮 可以3v3 但就是无法上场 那西安到底是伤病太严重 还是他的团队刻意而为之 那就要从西安进入联盟伤病时说起 自从进入联盟以来 西安一多半时间都是在板凳席度过 19到20赛季 大月板私恋 确诊44场比赛 20到21赛季 手指骨折加手指扭上加脚趾伤病 确诊了10场比赛 21到22赛季右脚骨折直接赛季报销 本赛季又因为腿筋伤势只打了29场比赛 四年新秀合同下来 一共打了114场比赛 平均每个赛季28场比赛 有一点可以肯定 西安的天赋确实摆在那里 进入联盟第二年 就可以拿到场局27分加7.2篮板加3.7助攻 本赛季场均也有26分加7篮板加4.6助攻入账 而且从投射到坦克碾压上篮 几乎没有明显短板 但是他的身体状态非常让人担忧 而提呼管理层对于西安的态度 含在嘴里怕话了 碰在手里怕踹了 去年夏天 在西安22岁生日当天 提呼给西安送上一份 5年1.93亿美元的续约合同 当然有一些升级条款 最高可达到5年2.31亿美元 可西安的这个状态 堆得起年居4000万级别的大合同吗 这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初在马刺时期的伦纳德 很多球迷还认为伦纳德离开马刺 是一位当初怕出利亚的纳刺垫脚 实际上并不是 在他脚踝伤势彻底恢复后 骨思投机的伤势让他无限期休战 而当马刺医疗团队认为伦纳德已经恢复健康时 伦纳德团队坚持为小卡无法出场 并且还偷偷前往纽约寻求其他形式的医疗帮助 这激怒了马刺 伦纳德也曾带上出战 马刺也有过逼迫伤病球员上场的前科 站在球员背后团队角度 西安和伦纳德一样 除非在伤病彻底痊愈加身体状态彻底恢复好 否则他们可不愿意让自家球员冒险 但西安和伦纳德不一样的是 伦纳德虽然在马刺最后一年和球队闹得比较僵 但伦纳德无论是在马刺还是在猛龙 都拿到过FMVP 带连猛龙拿到过队时第一个总冠军奖杯 而西安 他才是刚刚进入联盟第四年的年轻球员 身体就已经撑不住了 就已经和球队站在队里面了 同样有一点值得深思 提湖总经理大卫格里芬对于西安的伤病 前言不大后语 逻辑混乱 简单来说 西安的经济团队 已经和提湖管理层划清了界限 球员健康时 属于球队 但凡有一点伤病 那伤病消息直接封锁 毫无疑问 西安的天赋无庸置疑 但是如今的西安逐渐沦为水货 不是他的实力不够 而是他的身体状态 无法长时间高校带领球队前进 这和一些昔日进入联盟后 敏然众人的水货状也没有区别 几乎每年都经历大伤 从膝盖到腿筋 从脚部伤势到手部伤势 说到底 他的体重成为限制他走上一线球星的最大短板 在我看来 体肤长痛不如短痛 找个机会 送走西安 不然西安会一直成为球队的拖累 请不吝点赞